蜥蜴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帶你們來去抓蜥蜴 首先這次我們有這個蜥蜴蛋可以製作 會需要這個新鮮的雞蛋 大家遇到蛋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把它採收下來 然後還會需要這些蜥蜴 抱紋手工、結角手工、棕絲蜥蜥、紅眼鷹蜥 那接下來帶你們到廣場的波樂區 這裡就遇到了一隻囉 這一隻就是結角手工喔 很幸運的醫生又在旁邊遇到一隻綠色的蟲囉 那這一隻蟲叫做日本赤角鐘 那為什麼要抓這一隻呢 因為我們如果要製作這個蘋果的桌子的話 他會需要這個吃剩的蘋果 還有就是這一隻日本赤角鐘囉 但是醫生不是在夜晚抓到的 那接下來也是在廣場的波樂區 那接下來也是在廣場的波樂區 這隻黑色的是靈蟲 那如果你要製作這個瑪莉針鞋的話 就是需要這一隻靈蟲囉 那一樣也是在剛剛的地方抓到的喔 那接下來帶你們來抓的是這一隻賀頂蜻蜓 那漢克他是在露營場抓到的喔 那如果你要製作這個蘋果TV的話 會需要這個蘋果魔方 還有這一隻賀頂的蜻蜓囉 是在露營場抓到的 分享給你們囉 接下來我們到市中心這裡 緊抓到的這一隻是結角手工 然後在這棵蘋果樹下面又遇到了一隻 這一隻是豹文手工 接下來我們到度假村囉 那這次抓到的也是豹文手工 然後在這裡又遇到了另外一隻豹文手工囉 居然連草叢裡面都有喔 真的躲得超隱密的 好啦 那這隻就是豹文手工囉 接下來醫生也在廣場這邊 祠堂的旁邊也抓到了一隻豹文手工了 然後又幸運的抓到第二隻 而且這次還是地皇版的喔 那我接下來是在市中心 我也抓到了一隻豹文手工囉 那為什麼要抓這麼多豹文手工呢 因為這次任務就是需要抓五隻豹文手工才能夠解的喔 那接下來漢客也是在市中心 然後抓到的是這隻捷腳手工 而且是地皇版的喔 然後任務也是需要抓三隻帶有黃冠版的蜥蜴喔 接下來我們到露營場 漢客遇到的這隻是中獅蜥 然後順便解了一個成就 是大不大的成就 這隻中獅蜥很大隻喔 所以就可以解了這個 看看這個大不大的成就 然後就可以領到十顆鑽石喔 接下來我們到露營場 在守護樹的附近可以抓到這隻 鞋蚊藍蛇蜥 然後順又在旁邊抓到了一隻中獅蜥 接下來到瀑布這邊 又抓到了一隻 這隻是閃蜥蜥 然後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現在開的派對 應該會有一些人都會寫上說 他家有枯葉螳螂喔 那你就是去他家 然後跟這隻枯葉螳螂拍照 也可以解任務喔 或者是你有抓到的話 像景就抓到了 你就直接拍他手上的這一隻 枯葉螳螂也可以解任務喔 那這隻枯葉螳螂呢 我們的團長呢 是在這裡抓到的 是在市中心喔 而且要抓到的還是黃冠版的 那景呢 是在露營場的斜坡上面抓到的喔 那我也是到朋友家來拍照 解了這個任務囉 好了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領取這個200塊的新幣囉 接下來我們到市中心 在超市的後面這邊 可以抓到這隻紅眼鷹 然後到市中心的足球場這裡 也可以抓到這隻紅眼鷹 那我很幸運地遇到了兩隻 結果都跑到網子外面了 然後就跑掉一隻了 結果揮太大力的把他嚇跑了 可惡我兩隻都沒抓到 那接下來醫生在度假村 渡假村也有這隻紅眼鷹蝦喔 那這次的任務有需要這個 尋找蜥蜴的標誌要尋找14個 你們可以點上面連結去觀看一下喔 那這個讓蜥蜴蛋孵化呢 就是讓你的蜥蜴蛋孵化 如果想要看抽獎的話 也可以點上面連結去觀看一下 那接下來帶你們撿蘋果喔 現在在露營場到處都會有喔 這一顆就是蜂蜜蘋果 是任務需要的喔 也是製作需要的 總共要撿50顆喔 那這個捕捉島嶼新登場的蜥蜂 就是這次的蜥蜴啦 還有一些新的蜥蜂抓一抓就可以囉 要抓20隻 還要抓這個王冠版的蜥蜴 總共要抓3隻 然後這個就是拍照的任務 我們要拍下枯葉螳螂的照片一張 再來這個在蘋果箱子中拋 看看蘋果要怎麼做呢 就是到廣場 這裡就有一個蘋果的箱子囉 可以把蘋果撿起來 然後玩你丟我撿 丟滿10次了以後 就可以解這個任務囉 可以拿到新幣200元 在這個在工坊製作秋季蘋果Fungo的道具 就是到製作工坊那邊去製作囉 那這個簽到版第5天的獎勵 現在是不能夠領取的 然後這個就是要捕捉5隻豹紋手工的蜥蜴囉 那這次獎勵活動還不錯喔 有這個蜥蜴蛋 然後還有一個背包 然後還有一隻捕蟲網 還有一個運動鞋 最後一個箱子就是蜥蜴的帽子跟外套喔 那醫生已經完成囉 接下來就開箱分享給你們啦 那醫生已經完成囉 接下來就開箱分享給你們啦 接下來來開箱第二個囉 這隻就是蜥蜴捕蟲網 然後還有運動鞋 那這隻蜥蜴捕蟲網上面有特別著名說 帝皇昆蟲的機率有30%的增加喔 那接下來就來開箱最後一個獎勵給你們看啦 那我們這次簽到版第5天獎勵是不用解的喔 也可以拿到最終的獎勵 好啦這個就是橘色的蜥蜴帽子囉 再來就是他的外套喔 很可愛喔 接下來請醫生示範穿起來給你們看一下囉 那這個是小寶寶的體型 那這是中寶寶的體型 那這是長腿寶寶的體型 那這是胖寶寶的體型 那你們參考囉 接下來緊要帶你們來抓的這一隻 非常的稀有非常的難遇到 刷圖刷很久才遇到的 而且他不是在地上喔 你們看到了嗎 他居然是趴在罐子上面 結果好不容易抓到了 結果怎麼沒有東西呢 老闆貨呢貨去哪裡了 然後很幸運呢又刷到了第二隻 這一次這一隻是在樹上面 你們有看到嗎 那這一隻就是變色龍啦 沒想到吧 他居然是爬在樹上面的 分享給你們囉 那這次的任務分享就到這裡囉 這一次抓西衣活動超有趣的對不對 你們抓到了嗎 有沒有人抓到帝皇版呢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囉 喜歡請幫我按讚跟訂閱 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